我们今天要看除了一个常态分布以外 你们应该要认识的另外一个分布 叫做低分布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主要是告诉你 低分布是什么时候用的 什么时候低分布 那它的形状长什么样子 那我还没有要告诉你怎么去计算低分布的值 还没有 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们叫做低分布粗产 就是我们大致上看一下它大概长条样子 那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用到低分布 所以非常的简单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中央极限定义 中央极限定义只要在看样本平均数 的抽样分布的时候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做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假设我现在知道你们全校的平均成绩 我又没有办法得到效务系统 你们交务系统 交务处纸面的平均成绩 没办法得到 那没办法得到怎么办 我只好利用抽样的方式 来估计你们的平均成绩 可以吗 我只好利用你们抽样的方式来估计你们的成绩 那我怎么抽样 我就站在门口等 像今天 我等了100个人进来 我就印了100个人的平均成绩 然后我就 我就问了100个人的成绩 然后把这100个人成绩平均 我就得到一个平均数 一个平均数 可以吗 好 那我今天问了这100个人 今天问了另外一个100个人 后天问了其他的100个人 每次问都不见得是同一天100个人 所以每一次得到的平均成绩 涨的都会不一样 每一次的平均涨的都会不一样 那每一次的平均涨的都不一样 但是呢 大致上 只要你的样本数够大 它都会不同的分布 再进一次 虽然每次成绩涨的不一样 大致上 只要你问的 只要你问的人够多 他就会形成一个分布 这个分布就是我们的产态分布 还记得吗 举个例子 那我这一次问 他的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然后 这是你刚100分好了 然后下一次问的时候 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下一次问的时候 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这都是100个人的平均成绩 我都站在门口问了 100个人平均成绩 在下一次问的时候 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再下一次问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再来 再一次问 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然后有一天我问的时候 不小心 都是平均成绩可能在这里 所以越来越近 然后再来问到平均成绩在这里 有一天我问到了 都是认真来上课的 像圣诞月的时候 对不对 圣诞月的时候 认真来上课 才出现的成绩很好 在520 好 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些平均成绩 那我把这些成绩的 直方鼠画出来 直方鼠把它画出来 直方鼠把它画出来 你会发现呢 他的直方鼠 会很接近 什么 会很接近 常态分布 什么问题 会很接近常态分布 这个常态分布的中心点在那里 这个常态分布的中心点就是你 教务处得到的真正的平均数 可以吗 这个叫做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那这个分布的中心点 这个常态分布的中心点就是你 教务处得到的 样 真正的平均数 这个叫做母子平均数 这考试我们上次考虑什么 那我们考的地方 台北结义那一笔还记得吗 母子平均数 好那他的标准差怎么算 他的标准差怎么算 这个抽样分布的标准差怎么算 这个抽样分布的标准差 就是把母子的标准差 因为有这个是母子的标准差 除以 你问的人数开根号 除以你问的人数开根号 假设你问的100个人就把100开根号 是10 假设你问的这个数个人就把25开根号的入 这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母子 对不起 样本 与均数的抽样分布 好 这次考试才考而已 再复兴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抽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成绩 也会形成一个分布 对不对 如果你的成绩呢 大家的成绩感的都一样 对吗 这个呢 以这个母子分布来看 就是大家的成绩都一样 以这个母子分布来看 他就是这边的成绩偏低 对不对 分数偏低 好 中央极限定理告诉我们 不管你原来的分布呢 大家都一样 还是偏低 还是偏高 不管 你只要你的样本数够多 你看 n等于5 样本数呢 你的抽样分布呢 就会越来越接近一个中型 这是n等于5 还不太像 对不对 这边还有一点平平的 n等于10 有没有看到 慢慢的开始 有点像中型的 对不对 好 样本数一直增加 n等于30的时候 几乎就变中型了 好 n等于50的时候 就更像中型 所以呢 他告诉你说 你只要你的n 够大 所以他的确定理告诉我们 只要n够大 只要你的 问的人够多 问的人够多 你的 样本平均处的 抽样分布 就会趋近一个常态分布 样本平均处的 偷样分布 就会趋近一个常态分布 有问题 可以吗 好 你就是说中方极限定理告诉我们 不管你原来的分布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不管你是长得像常态 还是两个风 还是 比较偏左边 分数比较低 比较偏左边 不管好不好 只要你n够大的时候 n够大的时候 它的抽样分布 它的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都会长得差不多 都会很接近一个常态分布 可以吗 这是我们其中考前讲过的 好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这刚刚也复习过了 样本平均数的平均数 就是你的母体平均数 还记得吗 对不对 我再画一次给你看 我这个讲很多变就是因为它后面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赶不晚了 所以不想赶那么快 这是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样本平均数抽样分布 它的平均数在哪里 它的期望值在哪里 它的期望值 样本平均数的期望值 就是你母体的平均数 可以吗 这是你母体的平均数 好 那你的标准差怎么算 你的标准差呢 就是把母体的标准差来 注意哦 这个Sigma是母体的标准差 这个Sigma是母体的标准差 所以就是把母体的标准差 你这个样本抽样 样本 对不起 样本平均数 的抽样分布 它的标准差怎么算 就是把母体的标准差 处于你 或你的个数开根号 把样本的 对不起 把母体的标准差处于 或你的人的个数开根号 对问题 这公司应该要很熟哦 好 然后呢 n要够大的时候 我们刚刚在讲 中央极限定理 告诉我们n要够大的时候 n怎样才够大 n要大等于30才够大 n要大等于30才够大 n够大的时候呢 你的 样本平均数的 偷样分布 会接近 唐太分布 对不对 会接近唐太分布 这都是我们刚刚父亲一直在讲的 好 一开始讲的 包括中央极限定理 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中央极限定理在讲的 好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要用 这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用到 常态分布的时候 你要用常态分布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n够大 对不对 n大了你30才可以吧 第二个 你仔细看这个东西 你仔细看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知道对不对 母底的标准差 我必须要知道 我要怎么知道母底的标准差 我是不是要在教务处的系统里面去找出母底的标准差来的 或者我必须要知道你们全校每一个人的成绩在进化母底的标准差 对不对 我已经知道你们全校每一个人的成绩 那我要知道你们全校每一个人的成绩 对不对 他就把你们全部加起来取决进去好了 当然在上标准差 有点意思吗 所以我们通常是没有办法得到母底的标准差 也就是说这个 其实通常都是什么 都是未知的 这个 几乎都是未知的 未知的 来 注明一下这个 几乎都是未知的 这个几乎都是未知的 然后这个 几乎是未知的怎么办 那我们只好利用我们现有的东西给它带进去 但是如果我们用现有的东西带进去 它就不见得会再变成常态分布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码改变了 我们改成用现有的东西带进去 那它就不见得是常态分布 那不见得是常态分布怎么办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统计学家找出来 它的分布是什么 他解决了统计小样本的问题 小样本的问题在统计上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得到有限的样子 我们要得到大样子 要花时间 要花时间 跟 经历才可以得到大样子 好 所以中央极限定义 虽然很厉害 虽然很好用 在统计学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一个突破 它的证明正数来之后得到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因为它告诉我们只要N够大 它就会符合常态分布 有常态分布有什么好处 68%的资料会集中在最后一个标准差 9%的资料会集中在最后两个标准差 99.7%的资料会集中在最后三个标准差 所以如果是常态分布的话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我们有 常常用的经验法则 考经验规则 但是我们可以用查表 好处的时候我教你用查表 去查出它的值 应该是多少 对不对 好 可是会运到两个问题 你要使用中央极限定义 就是你必须要用常态分布的时候 你必须要 会到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N要更大 课本有这两个问题 你再后面读理一下 来 第一个问题 N要够大 怎样的N才叫够大 就是你问的个数要超过30个人才够大 你得到的数据要超过30比以上才够大 所以N要大于等于30才够大 N要大于等于30才够大 如果N小于30怎么办 中央极限定义就不能用了 对不对 因为它不够大 所以它不符合常态分布 不符合常态分布 我们就不可以用到常态分布的优良性质 我们算力分数就没有用了 算力分数就没有用了 好 那没有用的话 那我们就只好换另外一个分布来做 对不对 可是呢我们必须要找出它的分布是什么 有人帮我们找到了 以前的统计学家帮我们找到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母体的标准差 这个码是谁 我们必须要知道母体的标准差 这个码是谁 可以吗 有问题 好 那母体的标准差 为什么要知道母体的标准差 这是其次 我讲的很慢 为什么要知道母体的标准差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 抽样分布 肯定知道 这个抽样分布 它的标准差是什么 它的标准差就是母体的标准差 所以跟 号n 对不对 跟号n就是你问的人的个数 上面这个就是母体的标准差 好 很可惜的 这个母体标准差 我们一般情况底下是不知道的 我们一般情况底下是未知的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母体的标准差 可以吗 那没有办法知道母体的标准差怎么办 我们只好用现有的姿势去取代它 那现有的姿势是什么 就是用样本的标准差 我先把答案都没有 用样本的标准差去取代它 但是用样本标准差去取代它 它的分布就要改变 它就不再是常态分布 好吧 我们往下看 所以中央极限定理的两个问题 课本有写 第一个就是样本有时候太小 怎样样本太小 假设我现在要看车子的 碰撞程度 就是我在让车子去撞的时候 它的 可以承受的撞击力的程度 那你要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要拿车子去撞 对不对 要拿真正的车子去撞 如果你今天的车子保持续 让一辆赔200万 让第二辆赔400万 让第三辆赔 只有100万 你可不可能 撞30辆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情况底下样本数就会小 样本数就会小 那样本数小 我们就不可以用常态分布来做 这样可以吧 就不可以用常态分布来做 好第二个呢 母体的标准差通常都是未知的 母体的标准差通常都是未知的 像 课本里面那个黄瓜的例子 我们知道所有大黄瓜的标准差吗 不可能知道 对不对 因为大黄瓜的长度那么多的 无从多的 你不算算到现在的还有以后的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所有大黄瓜的标准差是多少 那不再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用样本的标准差来 取代它 好 我们再讲 我们再休息一下这些讲话 好 好 那现在解决第1个问题 第1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母体标准差是未知的 我们这个母体标准差是未知的 这个母体标准差是未知的 什么意思 就像我刚举成绩的例子 你没有办法进到教务处的系统里面 去看到全部人成绩的标准差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他没办法得到怎么办 你只好站在门口 得到100个人的成绩 你就只能算出那100个人成绩的平均数跟那100个人成绩的标准差 对吧 所以你只能算出你问到的那100个人成绩的标准差 那100个人成绩的标准差叫什么 叫做量本标准 你就把那100个人成绩的平均数算出来 把那100个人成绩的平均数算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看看到平均数的距离近不近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很近就很集中 如果大家都体很远就很分散 对啊 就很分散 所以我就每一个点都减掉它的平均数 每一个点都减掉它的平均数 减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有的正有负 对不对 有正有负 我就用平方 就可以把正负取消掉了 那我就可以知道这个距离越大 代表越散得越开 这个距离 如果很近代表离平均数很接近 对不对 我把这些纸全部加起来 如果这些纸很大 散得很开 如果这些纸很小就很集中 可以吗 像本平均数最后要除以你的n-1 为什么要除以n-1 因为你一定要除以样本数才会有错 你一定要除以样本数才不会受到样本数过多的影响 那除以n-1因为除以它是有度的关系 你自己后面会讲 好我们再开一个更好 这个叫做样本标准差 那我们就用样本标准差来取代母体标准差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好 他样本标准差取代母体标准差之后呢 来你在特别下面补一个 那我本来呢 本来他的抽样分布 对不起 他抽 量本平均数抽样分布的标准差 应该是什么 母体的标准差 除以 n-1 对不对 你问的个数 对不对 母体的标准差除以n-1 你问的个数 对不对 好如果我现在用 样本的标准差来取代 你就要改成什么 样本的标准差除以n-1 可以吗 样本的标准差除以n-1 对不对 样本的标准差除以n-1 你本来是用母体的标准差除以n-1 来得到 样本平均数抽样分布的标准差 再听一次 你用的是母体的标准差除以n-1 来得到样本平均数 它抽样分布的标准差 就是这个的标准差 对这个标准差 是用母体的平均数除以n-1 对不对 母体的平均数除以n-1 母体的标准差除以n-1 母体的标准差除以n-1 我现在做了一件事情 我现在把上面的s 把上面的sigma 换成s 下面的分号n 一样留着 我把它改成样本的标准差除 那你改了这个之后 你的分布就变了 你的分布就变了 那分布就不能再用常态分布的表 就不能再用常态分布的表 那怎么办 我们后面就要告诉你了 好 好这个变了之后呢 来下面这个公式最重要特点 我把它画起来 好吧 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逆分布 就可以算出它的逆分布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以前算的是逆分数 我们现在就可以算逆分数 我们以前算的是逆分数 来逆分数怎么算 记得吗 逆分数还怎么算 我把每一个值 减掉平均数 对不对 注意什么 注意标准差 对不对 每一个值 处理平均数 注意标准差 每一个值 减掉平均数 注意标准差 每一个值 减掉平均数 注意标准差 每一个值 减掉平均数 注意标准差 这个叫做逆分数 还记得吗 对不对 好 那逆分数的时候呢 我们减掉的是什么 减掉了 注意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还注意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注意一下 第一个 他减掉的平均数 是母体的平均数 有没有看到 减掉的平均数 是母体的平均数 对不对 减掉了这个平均数 是什么 这个是母体平均数 可以吗 什么问题 母体平均数 好 低分数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不变 还是一样 写掉母体平均数 对样不变的 不变的 但是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是 特样分布的标准差 下面不是要处理标准差 对不对 下面这个是特样分布的标准差 特样分布的标准差 特样分布的标准差 这个也处理更好的 样整平均数 特样分布的标准差 这个也处理更好的 很可惜的 这个码就未知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改成什么 来注意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这个最重要的 上面这个μ 那个荧光比把它插掉 这个μ还没那么重要 那个μ变而已 最重要是这个s变了 好吧 s变了 你把这个码改成s 你把这个码变了改成s 把sigma变了改成s 把sigma变了改成s 把母体的标准差 改成样本的标准差 所以听一次 我本来应该到教育部的教育系统里面去找到你们全部的成绩的标准差 放到sigma的位置 对不对 我这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那没有办法得到 那我只要站在门口 如果能100的同学 它的成绩 如果能100的同学它的成绩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样本标准差 算出它的样本标准差 所以就把它带到s里面去 带到sigma里面去 把它取代叫sigma 所以我们的sigma换成s 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的sigma换成s 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把课本的这一句话把它画起来 课本的这一句话 就是z等于xspa-255p0.255n 它改成用z等于xspa-255n 再数以5n来取代它 来把这个东西圈起来 算出来了这个分数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p分数 为什么它叫p分数 跟发现这个人 发现这个分部的人有关 发现这个分部的人有关 逆分数它会逐从常态分部 p分数它会逐从c分部 可以吗 等一下我讲到另外一个分部 好 那为什么不能再用常态分部了 再进一次 为什么不能用常态分部 第一个 我们样本数不够 我们样本数不到30个 样本数不够 第二个 我们用了样本 标准差 来取代母体标准差 我们用了样本标准差 来取代母体标准差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利用常态分部表 不可以再利用常态分部来查 我们要稳持 对吧 今天只要把概念听懂就好了 今天不会教你查表 今天都是概念而已 所以你把这个概念听懂就好了 那这个公式呢 我们以后才会算到它 我们今天也不会算到它 但是先把它细起来 我把整页差掉 我把重点画起来 就把重点画起来 好不好 重点就是这个 先把它画起来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往下 好 他为什么在批分部呢 其实跟他的发现者有关 所以我课本讲一句历史故事给你听 讲一点点历史故事 好 这一个人呢 其实他叫gose 就是gose的那个鬼 应该叫gose的 我想说gose的 他叫哥斯特 然后这边有个人 这个叫哥斯特 念gose的比较好吃 对不对 那是gose的 好 这一个人呢 他是在一家酒厂里面工作 不高度有工资 他叫工资工作 然后他是在里面做一些统计分析的 然后他本来是用常态分析 然后他发现常态分析算出来的数字 跟他实际 的经验不符合的 不符合的 后来他发现 其实样本数不符合的情况底下 他不应该用常态分析 他就应该用另外一个分析 照理说呢 既然是他发现的 那我们就应该叫 哥斯特分析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那家公司里面 他不准用他的声明发表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发表了之后 因为他用了另外一个分析 就不像常态分析一样 在常态分析底下 他们公司的扶导作品质不一定 但是如果他换了那一个分析 他的品质就变得不一定 为了避免这个原因 所以 这家公司 用他用假名来发表他的发现 所以他用假名来发表 那假名他就用哪个假名假名 他就用基本的做假名 可以吗 那基本的后面那个 是G 对不对 基本的 对不对 所以人家就叫他叫做 学生批分析 那学生批分析他主要是为了解决 样本数不符 我们通常把学生拿掉了 我们就直接叫批分析 没有 本来应该叫学生批分析 可以吗 学生批分析 那大部分我们都把 那个 把学生拿掉 叫批分析就好了 好批分析呢 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样本数不符的情况 而且呢 我们用了样本的标准差 来取代名区的标准差 那 GOSET这个人呢 他发现了 如果你 样本数不够 样本数不够 我再讲一次 有些情况下样本数是不够的 你就一直记着我们刚讲的例子 假设呢 我现在换更贵的车 假设劳自来之 或者什么难保解你 我不太知道 这些是让报出来的 好 像难保解你好了 这种车很贵 你要做他的碰撞测试 你总不可能撞个30台 撞个50台 撞他的碰撞测试 这不再费费钱 所以呢 我们呢 会样本数不够 可能撞个5台 或撞个4台 3台 这些人浪费钱 好 那如果你用的呢 T分布会变这样 来注意这里 因为你的样本数不够 这个意思 因为你的样本数不够 所以你的形状会比常态曲线来的点 就是你站的会比较开 你站的会比较开 你就是说呢 在我的箭头组的 本来呢 常态分布 你的利分布 或者你的利分数 应该服从常态分布 常态分布就是这个漂亮的中型曲线 但是因为我现在样本数不够 在听说 我现在样本数不够 而且我用了样本的标准 它来取代母体的标准 我得到的曲线 应该是比较扁的 这一条 它连工资都出来 工资我们不管太处杂了 所以你们也太处杂不管 所以是比较 扁的这一条 而且它扁的程度 会跟你的样本数有关 会跟你的样本数有关 来想想看 如果你的样本数够了 是不是就变这一条的 样本数如果够 就会变成利益分布 样本数如果够 就会变成常态分布 我把它写下来 样本数如果够的话 它就会变成常态分布 因为你的样本数不够 才会变成低分布 也就是说如果样本数增加 它是应该要越来越靠近 我们的常态分布 如果样本数增加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越来越靠近 我们的常态分布 样本数增加 我们的低分布 是不是应该要越来越靠近 我们的常态分布才会 所以你的低分布会跟样本数有关 接近来 我们现在还没有告诉你 低分布怎么卡表 但是你要记住 低分布跟你的样本数有关 样本数越大 往上样本数越大 好吧 那个地方 箭口值的地方就是样本数越大 样本数 大 它就会往上跑 可以吗 样本数大 它就会往下 它就会从 扁扁的曲线 慢慢的一直往上爬 往上爬 爬成类似中型的曲线 没问题 什么问题 好没问题 我们再往下 所以你看 这张符就画得很好了 好吧 本来呢 样本数较小的时候 是扁扁的这一条 我用不同颜色的影光表了 样本数少的时候 是扁扁的这一条 对 样本数较小的是扁扁的这一条 好现在我样本数增加 我样本数增加就变成蓝色的这一条 蓝色的这一条 你们看到 样本数越大 它就会越接近常态恒复 可以吗 样本数越大 它就越接近常态恒复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样本数越大 它就会越往上爬 就越接近常态恒复 中间往上爬 两间会往下压 应该就这样讲 中间往上爬 两间会往下压 反曲点后往下压 中间会往上爬 反曲点后往下压 它才会越接近你的常态分布 有问题 好 所以呢 GOSET这个 这个基分部呢 会跟你的样本大小有关 所以我们在下一章呢 就会讲到样本大小的基分部表 就会讲到样本大小的基分部表 到时候我们会用例子来算给你看 那时候再讲得比较仔细一点 到底有问题 没有 怎么最近又恰复了 还没了 我觉得找个头看 太奇怪了一点 你觉得算是比较老师不会啊 还是差别也是另外一个老师 还是本来这些就根本都没课 会不会那就 有 太夸张了吧 不行 那我课已经上过完 我已经 舍弃了 也是想 两张不想上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个总结 首先呢 在这一章里面呢 我们考虑了现实上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收集到 全部全部的资料 就像我们在做品管的时候 不可能把每个罐头都打开一样 不可能 我们只能从里面去抽样出来 所以我们这一章呢 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抽样 对不对 那怎么做抽样 然后抽样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很重要的 要知道的 一个叫做样本比例 另外一个叫做样本平均素 举个例子 像你们要看 选举的成绩 选举的结果 最近不是 民进党在习选吗 对不对 民进党出选的时候呢 像昨天出选结果的 出来有没有 那个选举名调 就是样本比例 好那个选举名调就是样本比例 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上完 我们就看得懂那个选举名调 它背后的一堂课是什么 哦 那么就是误他在乌里面 好吧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我们要算平均成绩 平均升高 平均什么 什么样 平均长度 啊平均体重等等 所以那个就是样本 平均素 样本平均素 所以我们选了这两个东西来介绍 介绍了这两个东西 好那你不要忘记 你抽样的时候 我们考试都有考 你抽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找的样本是随机的 对不对 要随机的 所以我们就有考 对不对 简单随机抽样 好那我们抽样的方法有三个 我们就考了 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有三个 我们考了 对不对 分层抽样 重继抽样 还有系统抽样 我都考了 对不对 好那抽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节省我们发费 因为我们不用再去问全部的 我们只问部分的数量 所以我们可以节省 可以节省比较有效 可以节省 花费 而且它是可行的 还有可行性 好 那在这个角色底下呢 我们介绍了两个统计量 对不对 那两个统计量 一个叫做量本体力 另外一个叫做量本均素 还记得吗 介绍了这两个 这两个 好 那我们介绍了要省体力 好 今天不要给你上来做 有没有想上来加分 那我就问问题 先问问题 有没有想上来的 有没有想上来 我先问一个问题 如果有想上来你取手 那我就让你上来 好不好 就加你分 很简单 好 如果我们现在要看样本比例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样本比例只要样本数够大 样本比例的分布 就会很接近 常态分数 对不对 好 那个比例 样本数要够大 要多大 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中考都考 有没有要上来写的 你赶上我就赶下你分了 有没有要上来的 对 要上来就 赶快上来 我刚已经看到答案了 或者你站起来讲 你站起来讲 就这样你 这么害羞 没有 没有就没有分了 那我讲答案了 講答案喔 要講嗎 答案就是 剛剛有同學講了 nxp要大1.5 還有nx1.1要大1.5 那他就會很接近常態分數 另外的統計量是樣本平均數 可能樣本平均數 樣本的平均數在這裡 樣本的平均數 那樣本的平均數呢 他的分部跟他的樣本大小會有關係 跟他的樣本大小會有關係 如果樣本數很大 再給你一個機會 樣本平均數的時候 樣本要多大 有沒有人想加分的 只要戴起來講就好 有沒有人想加分的 有人把答案講得很大聲 我們要站起來加分的 你不要聽到答案 站起來講的沒有關係 只要站起來講就好 好 好 來我加幾分 你能讓本數夠大 就是N大等於30 對不對 他就可以接近常態分數 好 那如果是小樣本 就是N小於30 除了小樣本之外 我們還用了什麼 樣本的標準差 來取代母子的標準差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我們都會用到十分的幾分數 好 用到十分幾分數 其實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樣講好了 但樣本數很大的情況 其實樣本還是會用 樣本的標準差 來取代母子標準差 因為我母子標準差 是不可能知道的 可以嗎 但是你的樣本數 如果夠大的話 你就會很接近常態分數 那就會更常態分數差不多 有問題 好 那可以吧 所以呢 接下來兩張 我們接下來這兩張 我在懷疑了 我可能期末寶寶 講完這兩張 所以應該講不到後面了 好 我們接下來這兩張呢 我們會談到 如何用這兩個分布 第一個要做 樣本主力的抽樣分布 跟樣本平均數的抽樣分布 我們會利用這兩個方式 來做統計推論 來做統計推論 第一個 樣本主力的抽樣分布 的統計推論 是你最常見的 因為台灣 一天到晚在選舉 一天到晚在做民調 所以呢 我們那個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好 這邊也講 其實全世界最常見的就是民調 怎麼樣 像政治方面的民調 或者政策方面的民調 都是用這個做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用我們現有的知識 去得到我們的民調數據有多好 我們的樣本情形有多好 樣本情形有多好 其實我們後來兩張要教的 一張是教這個 另外一張就是教牙色檢定 這也是蠻重要的 我們後面會講